冰島雷克雅內斯半島的火山 29號再度爆發 救難人員緊急廣播 趕往漁業小鎮格林達威克 路旁整排亮橘色岩漿喷泉 大規模涌出 這是當地火山 自去年12月以來第5次噴發 岩漿不斷冒出 噴發至50公尺高 白色煙霧也串升至高空3.5公里 火山學家表示 這條裂縫不斷擴大 噴發1個小時內就超過2.5公里長 附近的冰島知名景點蘭湖也再度關閉 所有遊客被迫撤離 根據冰島氣象局表示 這次噴發的威力比以往更強 火山噴發前松努克茲極佳火山口 7天內測得約400次地震 科學家估計冰島西南部的斯瓦特森基 火山系統底下還有約2000萬立方公尺的岩漿 因此當地的地熱發電廠 已經築起防禦屏障 改為遠距運作 不過火山濃煙尚未影響到空中交通 雷克亞維克機場的航班照常起降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